所以现在就是 我不知道就是等到他考试的时候 会不会还沉溺在这种状态里面 我并不是说想求问师父一个准确的答案 就是这个孩子能不能过这一关 我只是想说就类似的问题 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他们真正的去走出来 既然说讲说法 其他人都知道是业力 但是业力 我当然就忘记是自身上的业力 父母孩子在一起 就是师父讲的 其实你会碰到这样的孩子 孩子有这种的控制 也是因为原理的业力 一直想要帮助孩子 比如说可能自己的业力不准 帮助的孩子那份心也做完了 再花了再多的心 其实那个心就是让 就是在业力上面就是让你操劳 就是让你操劳 为什么会让你操劳 就是你在筹长这个业力 所以有的时候 先不要把重点放在孩子上面 消不消业力 你要是要告诉自己 因为会有这个孩子 一定是自己的业力 要受这个苦闹 所以弟子 你要在佛前发言 弟子如果是过去身中 有些任何 或者是老出父母 或者是给父母增添麻烦的业力 弟子这一生都要消极 就知道参考 然后回向你所有天下的子女 都不要充满住 不要增加父母 这种痛苦 然后你希望说你发了这个心 你希望孩子将来能够发福的心 这才是在决心上参 决心上参是什么叫决心 佛法在另外一面 站在实现法中 就是你的愿力的事情 对吧 愿力的事情 你懂得要怎么样 心地能够成就 他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作用 虽然决心中 假如初世间法 那绝是超越一切 那超越一切 它是善用一切 不但它善用一切 它还知道一切 世间因人本末 对吧 所以它超越一切 所以它才能够在一切 差别业里面 随众生现在的果报 不同形成 种种不同的呈现 它为什么能够呈现 因为决心非种种法 但因为非种种法 所以你才能够知道 这个业一定能够生 这个业一定能够转 但是转的时候 你要知道 那要起成什么绝 你的愿力之中 你的意志 要是能够在你的 现在这一切果报的能力 你要发展赤诚 那个决心能够 站住你这些果报 你就一定能够 那个赤诚一定要能够 所以 重量不能转 孩子能够在你的 屁股下 这一生中就是这样 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些 更多的一些不顺 你要这样做 这样发言 这是懂得佛法 懂得用决心的 是 师父 就是之前讲法的时候 我听到类似的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看到 我之前的发现的方向 其实是错误的 然后 是错误的 就是总会想着说 解决一个问题 或者处理一个现象状态 但现在 就是像刚才师父开示的这样 就是我明白 就是你该承担的东西 你要先去承担 然后懂得它的前因后果 然后知道怎样从音上面 去真正的去转化这样的一个 移民的困惑烦恼 因为是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 也是 周深还没有在 就根本上发决定心 你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多样武器 然后从根本上发决定心 就是在本来面目上起 那一些业力就能够消融 消融不见得说 这业力一定是 你现在目前用时间法中看 有什么改变 但是用时间法中看了一些 你已经多在那种善 都是一个大善 增上 所以有的 知道一个一个的业力呈现时 要是聪明就知道了 那一个一个呈现就是警戒 有多少个意粉 用力就有多少个意粉 只要只是用一个一个的反弹 还不是根本上的东西 所以蒸发决定心 就是根本上断 根本上解决 一解决 一切解决 一切解决时就表示 一切法中 一切烦恼线前实 你已经不被他迷惑 不被他迷惑表示你不受 不受的话你就不是受业 不受业就有转换了 你要是被他迷惑 再做的话表示受业 受业就表示什么呢 受业的意思是 你还在受这个果报 那这个果报什么时候消了 就方便说果报完了消了 那果报到底多久完了 要看你在那边签了 就要做 所以还是要接近处 所以佛门立子应当在就近处 那有碰到的时候碰到一个一个的反弹 它是警惕 你要面对这多少个一个一个 这是一种警惕 这样就做 有的时候搞不好你这个孩子 你也不能发那么坚决的心血 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是他在帮助你 我一直觉得他是在用他的苦在提醒我们 只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明白他的用心 但是现在这只是在他的立场上说 但是在那另外一个立场上说 就是可能过去之后 我们身心事实上可以增添赴门的 是 那这个夜里对这孩子是说 帮他一起消 帮他 当然是福 好